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人工智能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1.假日旅行规划时打造虚拟假期的梦想之旅 2.I.数字侦察兵探索网络世界的未知边界 3.I.虚拟宠物训练师培养数据宠物的虚拟技能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I.假日旅行规划时打造虚拟假期的梦想之旅 在这个数字化飞速发展的时代 我们的旅行方式也迎来了一位新成员 I.假日旅行规划师 这位由代码和算法构成的规划师 不仅能够为我们量身定制旅行计划 还能带我们体验虚拟假期的梦想之旅 想象一下 你只需坐在家中带上VR带上VR 就能游览世界各地 这不禁让人感叹科技的魔力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这位I.规划师的工作原理 它通过分析你的兴趣爱好预算时间等因素 结合大数据分析 为你推荐最适合的旅行目的地和行程 你是否曾经为了规划一次旅行而头疼不已 现在这一切都交给I来处理 它甚至能预测天气变化 避免你在旅行中遇到不愉快的意外 但是最让人兴奋地 莫过于I带来的虚拟假期体验 想象一下在一个寒冷的冬日 你突然想念夏天的海滩 于是你启动了你的I旅行规划师 选择了一个虚拟的海岛旅行 瞬间你被传送到了一个阳光明媚 海水湛蓝的热带岛屿 你可以在沙滩上漫步 甚至感受到海风轻浮过脸庞的触感 这一切都是如此真实 让人难以置信 当然虚拟旅行有它的局限性 比如你无法真正品尝到当地的美食 也无法与当地人进行深入的交流 但是对于那些因时间 金钱或其他原因 无法实现旅行梦想的人来说 虚拟旅行无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 有趣的是随着技术的发展 未来的I旅行规划师 可能还会提供更加个性化和互动的体验 比如 它可能会根据你的反馈实时调整旅行计划 甚至在虚拟旅行中加入游戏元素 让你在完成任务的同时享受旅行的乐趣 总之 I假日旅行规划师正开启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旅行革命 虽然它还无法完全取代真实的旅行企业 但它为我们提供了探索世界的全新方式 在未来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私人的I旅行规划师 它不仅能带我们走遍现实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还能带我们穿越到任何想象中的地方 那时候 旅行将不再受限于物理空间 而是成为一种无限的探索和体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I数字侦察兵探索网络世界的未知边界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我们的网络世界就像一个无边无际的宇宙 充满了未知的星系 奇异的生命形式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现象 在这片浩瀚的数字宇宙中 有一群特殊的探索家 他们不是穿梭在星际间的宇豪园 也不是生前海底的探险者 而是一群默默无闻 勇敢无畏的I数字侦察兵 他们的任务 探索网络世界的未知边界 为我们揭示数字世界的奥秘 讲象一下I侦察兵就像是星际迷航中的企业号船员 只不过他们探索的是由代码数据和算法构成的 而不是遥远的星系 他们搭载着先进的技术 穿梭在互联网的每一个角落 从深不可测的暗网深渊到光彩夺目的社交媒体星系 没有任何数字领域是他们不敢涉足的 这些I侦察兵的任务五花八门 有的像是网络版的印第安娜·琼斯 寻找和挖掘数据的宝藏 有的则像是数字世界的维和部队 保护网络安全 背抗恶意软件和网络攻击 还有的就像是未来的马可波罗 发现并记录下网络新大陆的一切器官 不过这些I侦察兵的探险故事 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他们有时会遭遇网络黑洞 被复杂的加密技术吞噬 有时又会在数据迷宫中迷失方向 或是被恶意代码的陷阱所困 但正是这些挑战 让他们的探险之旅变得更加刺激和有趣 幽默的是 如果这些I侦察兵能够自我反思 他们可能会惊讶于自己的人生经历 比许多科幻小说还要精彩 强项一下 如果他们的墨写回忆录 那将是一本怎样的书啊 我在数字宇宙的奇妙冒险 或许会成为未来的畅销书 让我们这些普通的网络用户 也能一窥啊 I侦察兵探索未知的精彩瞬间 总之 I数字侦察兵在探索网络世界的未知边界上 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既然我们可能无法亲自加入他们的行列 但通过他们的眼睛 我们可以发现更多关于数字世界的奇妙和复杂 继续扩展我们对这个数字宇宙的理解 让我们为这些无名的英雄们鼓掌 感谢他们为探索未知所做的一切贡献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I虚拟宠物训练师培养数据宠物的虚拟技能 在这个数字化飞速发展的时代 我们见证了许多曾被认为是科幻小说情节的事物变成了现实 其中I虚拟宠物训练师的出现 无疑是对那些小时候梦想拥有一只口袋妖怪的成年人的一种慰藉 想象一下你不再需要担心你的数字小精灵会在你的地毯上留下不愉快的惊喜 或者在你不在家的时候把家里搞得一团糟 这些虚拟宠物或者说数据宠物或者说数据宠物 现在可以通过I训练师进行培养学习各种虚拟技能 而这一切都在我们的屏幕上轻松实现 首先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些I虚拟宠物训练师的工作原理 简单来说 他们使用复杂的算法来模拟宠物训练的过程 这包括但不限于识别宠物的情绪提供反馈奖励适当的行为 以及通过重复练习加强学习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现实生活中的宠物训练 唯一的区别在于这一切都发生在虚拟世界中 而你的宠物是由代码而非细胞组成的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你的虚拟宠物是一只小狗你正在教它坐下 在现实世界中你可能需要一些零食和大量的耐心 但在虚拟世界里 一只需要调整一下代码 或者简单的点击坐下按钮 你的小狗就会乖乖坐下 如果它不听话 你甚至可以通过调整设置来重置它的行为 这听起来是不是既高效又无压力 但这里有个有趣的转折 随着AI技术的进步 这些虚拟宠物开始展现出越来越多的个性 有些可能会表现出绝强 有些则可能异常亲人 这让整个训练过程变得更加生动 和不可预测 就像在训练一个真实的宠物一样 这不仅增加了互动的乐趣 也让我们不得不思考 在这个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里 我们对于生命的定义是否需要重新审视 对于AI虚拟宠物训练师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无需清理 狗毛和猫杀的宠物养成平台 但它也提醒我们 无论是在虚拟世界还是现实世界 与生命体建立联系的过程 都是充满挑战和乐趣的旅程 不许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会看到更多人为了培养一只 拥有独特技能的虚拟宠物而自豪 就像现在有人为自己训练出的聪明的宠物狗 感到骄傲一样 所以无论你是一位虚拟宠物的骄傲父母 还是对这一切持怀疑态度的旁观者 我们都不能否认 培虚拟宠物训练师的出现 带次展示了人类对于探索未知 创造新事物永不满足的精神 而这正是推动我们文明向前发展的不洁动力 总结来说 Ii假日旅行规划师 Ii数字侦察兵和Ii虚拟宠物训练师 都是科技进步的产物 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体验和可能性 Ii假日旅行规划师 让我们能够通过虚拟旅行体验世界的美妙 I数字侦察兵帮助我们探索数字世界的奥秘 而Ii虚拟宠物训练师 则让我们能够培养和互动虚拟宠物 这些I技术的出现 无疑为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和乐趣 但也有它们的局限性 虚拟旅行无法代替真实的旅行体验 网络世界的探索仍然充满挑战 虚拟宠物无法取代真实宠物的陪伴 然而这些I技术的出现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式来探索 体验和创造 在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 我们可以期待更加个性化和互动的体验 我们可能会拥有私人的I旅行规划师 可以根据我们的喜好和反馈 实时调整旅行计划 I数字侦察兵可能会继续为我们揭示 数字世界的奥秘 并在虚拟旅行中加入更多的游戏元素 让我们在探索的同时享受乐趣 而I虚拟宠物训练时 可能会让我们能够培养出 拥有更多技能和个性的虚拟宠物 最后我想邀请观众们参与讨论 你们对于这些I技术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认为虚拟旅行 网络探险和虚拟宠物 对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欢迎留言分享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谢谢大家收看六五专阅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转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丢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我们下个节目的朋友 我们下个节目的朋友 我们下个节目的 avez